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是省里最好的血液科 来看病的人多到可怕 从挂号到付费到领事馆 各个环节都要排长队 巴让我在素位上等他 他胖乎乎的身子就跟着人堆一起挤着 从后脑勺看到他依稀的白发 我突然感觉自己很不孝 他都年近半百的人了 还要陪着不爱惜身体的我一起折腾 我很清楚 是因为熬夜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 可这个夜真的有那么非熬不可吗 明明可以白天完成的事情 我非要磨磨蹭蹭堆到深夜去做 实在太不应该 下午化验结果出来 门诊的专家说我的造血功能没有问题 只是生理性贫血 好好调理身体的话问题不大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爸当天便赶回去上班了 从这一天开始 我也几乎不再熬夜了 是不敢 也是不好意思 不敢是因为怕死 不好意思是因为愧对父母 熬夜在大学校园里还挺常见的 除了我这种写稿子的 还有做设计的 剪片子的 编代码的 写论文的 靠前突击的 至于玩游戏的 看剧的和刷手机的 这些充其量只能叫晚睡 连熬夜都算不上 半夜刷一刷微博和朋友圈 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状态 复习到三点也要瞎了 这个点还在剪片子 我也是蛮拼的 还有文艺一点的版本 你看过凌晨四点的北京吗 状态底下自然是一堆的 嘉奖和安慰 你太努力了 休息一下吧 别太拼命 身体最重要哦 当事者带着 我很努力地心理认同 继续披着月光 把事做完 在无数个熬夜的夜晚 我们大概也都是这样 被自己感动 觉得自己很不容易吧 可是心中那个正义的小人啊 总是要在我们 被自己感动的时候 跳出来骂上一句 你活该呢 有时候 我从下午三点 开始坐在电脑前 漫无目的地跑神和闲逛 然后 直到晚上十点 才撬完文章的第一段话 这个期间 我发现我的手机很好玩 我的水杯很好玩 我的桌子 我的头发 跟写作无关的一切 都很好玩 一般的约稿 有一周的准备时间 专栏和常驻 就更不用说了 一整个月 这么长的准备时间 我有时间发呆 有时间无所事事 本可以轻松完成的 一个个任务 被喜欢拖延的自己 变成了截稿日期前的 一个个无眠夜晚 这样的我 不 这样的我有很多 暂且称为 这样的我们吧 这样的我们 跟上课时睡觉 考前不吃不睡 复习的学渣 没有两样 可即便是如此不堪的我们 也在心悸着得到 你太努力了 休息一下吧 之类的嘉奖与安慰 真是太躁得慌了 这一两年来 我很少熬夜写作 但完稿的数量 却比以前要多 我去图书馆写作 去自习室写作 把一个个大任务 分成一个个小部分 今天写不完这篇小说 那我就写一个章节 甚至一个场景 一个比喻句 今天没有时间 安静地坐下来 那睡前的时候 坐公车的时候 我就在手机里 备忘一些小想法 把碎片化的时间 利用起来 这些时间 都是我从日常中 借来还给睡眠的 我不会拿 我喜欢熬夜 因为我熬夜的时候 效率高 这种话来自其欺人 我知道 这就跟我喜欢迟到 因为迟到的时候 我会走得快 一样毫无意义 被逼急了 而跳过围墙的 那条小狗 并不是什么 潜力型选手 大部分的熬夜 都无关努力 只是低效而已啊 大部分的熬夜 都无关努力 那剩下的小部分呢 剩下的那小部分 很努力在熬夜的人 希望你能有 足够的热爱 如果没有 那你或许应该 考虑换一份工作 换一种兴趣 因为你的自由和健康 比一切都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